水瓶思考法 各位同學 介紹完了水瓶思考法跟垂直思考法之後 我們來介紹另外一個思考法 就是腦力激盪法 腦力激盪法就是一群人在短暫的時間內 獲得大量的想法的一個最好的過程 這個過程就好像人人都在比賽 誰是最快可以想出最多點子的點子王 就是在比腦力、比創意的一個過程 來想出大量且與眾不同的創意 都是透過blastoming腦力激盪法的一個過程 那腦力激盪法的一個原則就是 越多越好、創意越多越好 然後在所有的一個團體裡面 在發展創意的時候也是嚴禁批評 因為批評會阻礙想法的發展 還有就是天馬行空去發展 不要有任何局限 在一定的時間內就是要想出想法 越多越好、提出問題也可以 提出你的觀點、你的看法、你的想法 跟你覺得不錯的創意都把它提出來 然後從各種不同的觀點裡面 我們再試著去分類來探討 我們要怎麼樣去把眾多的idea裡面 選出幾個是可以被執行、可以被整合的、可以改進的 這個就是blastoming的一個操作方式 但在執行blastoming腦力激盪法的時候 它是有一定的一個規則的 就是思考團隊裡面盡量是6到12個人的分組 為一個最好的一個效果 然後地點呢 也盡量選擇比較空曠的 比較不會阻礙發想的、很別手別腳的 很多桌椅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要將各種創意想法 做事實的分類歸納 你一開始所提出無局限的想法 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是需要有人去做事實的分類跟歸納 你才知道哪邊的、哪個歸類的點會問題比較多 最重要的是 你要在短時間之內寫出你這些想法 不能去思考想到什麼就寫什麼 林凱海達就趕快把它快速的記下來貼上去 透過便利貼把它寫在上面然後貼上去 然後一個團體密尿的組長 組長一定要鼓勵學員們想出更多的點值 在這個階段在實施腦力激盪法的時候 就試圖要以量來求職 那準備工作就是要有便利貼 還有所謂的一張大張的創意思考版等等 這樣才可以把我們想到什麼就貼上去 然後適者選分類歸納整理分類之後呢 我們再進行後續的微觀去思考 怎樣再把這些慢慢找出來的眾多的想法之內 我們去找出最迫切需要解決 而且是消費者最想要去使用的一個問題 或者是一個創意或者是一個過程 這就是brainstorming所設下的一個最簡單 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一些條件 OK 所以透過這一張影片裡面的圖 你們更可以清楚知道 腦力激盪法是有一定的規則在跑的 例如說中間一定要有一個最主要的一個議題 而且要很清楚的一個議題 然後再慢慢的透過第二階段慢慢的透過 可抽象擴散天馬行空發想的一些眾多的點子 而且是越多越好是無局限的 你想到什麼都可以去寫 但是到第三階段我們不看只要微觀要開始收了 就要比較談的是一點比較具體性的 要比較看得到摸得到 而且是可被大家了解理解的東西 你不能還在第二階段還是鐵馬行空亂想 那是發想的一個最宏觀的一個階段 但到第三階段是微觀的地方的一個階段 就必須要談的是比較實質的 看得到摸得到 而且是可被執行的這個階段 所以在執行腦力激盪法的時候 就是從量慢慢的多 越多越好越多越好 慢慢的收慢慢的收 收到最後那幾個 我們再去思考 例如說我們可以運用垂直思考 我們可以慢慢的垂直思考 去針對我們所選出來的微觀的那些想法跟問題 去向下的鑽研 去抽絲頗顯出一個真正確實是消費者 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點 所以Brainstorming是比較適合是一個 在眾多所有的學生裡面 他是一個不需要任何是專業領域是相同的 而反倒是專業領域都不同的 越好 因為你可以從中去發覺到不同的設立的點 跟問題跟思考方式 如果全部都是同一個領域的 那很難去看到不同的火花 所以Brainstorming就是一個 來自於各個不同領域主持而成 最適合運用的一個創意思考法